川叔十年 我用了七年攻略男二反派大魔头 吴国 他的心中只有白月光女主 于是我用了三年和他道别 可是 他却不干了 本文以更完 就看到此视频的小伙伴爆美爆腹爆桃花 人人见了人人夸 正文开始 云龙受伤了 你去采些生草花露来替他擦拭下身体 楚一说这些话的时候 甚至诡异的红了脸 刚刚他抱着受伤的女主火急火燎冲回来的时候 可是一心只顾得上他的伤势 就会到后知后觉想起来害羞 让我去照顾女主 她避避嫌 我争一口一个磕着灵果 看我拿了三天灵力 在水晶中画出的一对小人表演画本剧情 听到楚一的话 翻了个白眼 头都没回闷声答道 多去 楚一没出声 透过水晶的反射 我看见身后的楚一眉头微皱 似是十分不解我这些天的态度 但最终没有说什么 转过身 自己去采花露了 堂堂摩尊就这样 去为女主像个小童一般采花露去了 毕竟是女主用的东西 哪怕是洗脸水 女主大道将成 而我 不过是个自甘堕落与魔为武的废物 楚一面对人容时 向来拘谨又纯情 花露采集好了之后 也只是用她的灵力封存在旁 并附上字条 辛苦她醒来之后 自己梳洗了 饶食我曾经将苏人容当情敌 此刻也难免对楚一恨体不成刚 就她这样 怎能骚得过孔雀开平的男主 抱得美人归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叹口气 气息卷动 吹灭了水晶中的风花雪月 前一秒还只手相看的两名小人 坐流污散 爱恨称痴 不过梦幻泡影 只是眼泪终究忍不住聚起 滚坐明珠一笔砸下 落在楚一的手背上 她在我面前做了好一会了 见我哭 刚抬起手 却接住了一颗泪 有这么伤心吗 楚一面上不解 从前她就吐槽我看话本爱哭这习惯 但依旧在去了凡间一趟回来后 丢给了我一面大水晶 让我自己去玩 我前半夜追剧 后半夜抱着枕头感慨的睡不着 就去魔主寝宫里把她咬醒 我们一起爬上魔宫的楼顶 望着魔狱黑压压的天空 我跟她说我想家了 她嫌弃得不得了 说我一直软弱 难成大事 不像她的白月光 我就问她 为什么我要像 问完就哭 也不给她缓口的机会 哭到后面 她终究煞不住 手掌一到了我的肩头 肢体僵硬的将我拥入怀 那时候我想 苏云荣对她来说是不同的 但我心灵灵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从天而降 背弃正道 选择在楚衣最落魄的时候 陪伴她 照顾她 守着她从一枚弃子 重新振作 到最后杀回魔宫 成为魔狱新一代的尊主 那时候的她站在顶峰 扶手看向贵岛在她足下数万的强者 突然转过身 将我从人群中拉了出来 明明 你给我站一块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亮晶晶的 好像那广阔的疆土 无上的权力 她都看不见 她在天地中 只能看到我一人 那时候的我们 只差一点就要相守了 而现在 楚衣坐在我对面 轮廓深沉的面容上 不眼郁闷 明明 你觉不觉得你最近特别奇怪 看得出来 她是斟酌了措嘴之后 在开口的 放在以前 她会直接问我 又在发什么癫 哦 是吗 我没了和她斗嘴的心情 随便应了一声 收起水晶起身就要离开 慢着 楚衣下意识拽着我的衣袖 我回头 正对上她面上的慌乱 一闪而过 成为魔尊之后 她早已悲喜不鲜 只在我面前 才会变回那个 任性肆意的少年 哦 现在还得再加一个云蓉了 干什么 或许是我的语气 太过冷漠了 楚衣有些正愣 随即皱起眉头 明明 你在同我生气 她的语气非常笃定 我想 确实该好好跟她说一说了 于是浮出 被她攥在手心的袖角 在她跟前重新落了座 你还有两次机会 楚衣 我平静地开口 什么 她一时没能想起来 前日 你说带我去南平看云海 我说着 索性翻出水晶 地保她跟前 可是正逢 云蓉生接杜雷姐 我在南平等了你两天 你都没有来 楚衣这才反应过来 少年的眼神中 浮现出一丝傲恼 当时情况危急 我忘记同你说了 不必 我将她送我的水晶 也还了她 与之交换的 是我取回了自己 对她的期待 以后你的事 也不必告知我 我已决定回归人世 水晶还你 如果你仍记得就请 麻烦给我在凡间 找出洞府 荒废十年 我总要回归正途 正途 楚衣袖袍下露出的手掌 逐渐握成拳 手背上的青筋蹦鲜 跟着我这个魔头 后的十年 终究你受正道感化 不屑与魔为伍了 不曾 我说着 翻手将先前的杯盏 倒扣在桌面上 平静地看向她 楚衣 你与云蓉与天下人 都有人感化 但从不曾有人感化我 我只是单纯地 不再对你有期待 楚衣 你还有两次机会 下一次 我会收回我的信任 我们分道扬镳 说着 我不再看她 真正的转身离开了 五次机会 少年面容冷峻 低头看向抱着她大腿 哀好的我神色淡淡 什么 我仰着头 望向少年时的楚衣 那张又帅又拽的脸 当时的 我刚刷完这个小说 对文中为女主 一枪无悔复出的狼狗 反派男二落近的眼泪 以至于当我一穿进书里 看见她时 直接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冲了上去 一口一个子仔 要她照顾好自己 不要总是为了他人着想 彼时的楚衣 刚被暴露出魔族身份 一夜之间 从正道顶峰能派中的天之骄子 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被一众嫌恨她的人为杀 退无可退 选择彻底激活血脉 堕膜回归魔域 而我就是在她堕膜前穿了过来 抱着她的腿 一个近哭 楚衣正是心灰意冷的时候 连杀我的意志都没有 只是从我的话语中和她 觉得我看起来不聪明的神色上 觉得我大概是真心为她好的 于是给我五次机会 五次机会取得她的信任 从此以后 跟着她浪迹天涯 一起摘野果 躲追杀 缩在天之牙的山洞里 一边烤着野兔 一边望向无垠的海面 我身边的少年龙色惆怅 我就边线没头脑的话 逗她开心 终于身边的少年重新活了过来 开始和我斗嘴打闹 开始接受这样平平淡淡的生活 一直到追杀我们的人 找来了天之牙 我被他们挟持在手 为了折辱楚衣 他们一片一片 刮掉了我身上的肉 嘲笑她一介丧家之犬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住 我直接痛昏了过去 在醒来时 那些折磨我的人已经死了 楚衣一身黑袍 雷剑冷冽一道树红 那是魔尊血脉的标志 她堕磨了 那时候的楚衣眼中 有幽冷的蓝色光芒一出 一对树桶锁定住我 没有半分的温度 就在我以为楚衣要 连我一起杀了的时候 她却突然站开一个笑容 明明 这天下无人能再让你受伤了 这是魔对我许下的承诺 那些折磨我的正道修士 在死前被楚衣抽干了的修为 全部归了我 我挨了一顿寡 白得了五百年修为 自己也心虚的狠 只敢学些保命六号的功夫 不敢用他人的修为去商人 毕竟有楚衣在 天下无难事 尤其是在她登基为魔尊后 我已是众人默认的魔后 再也没人敢为难我 反正在云荣出现之前是这样 苏云荣是在楚衣当上 魔尊后的第三年出关的 当初楚衣出世后 她就闭关修行 如今在现世 已是修真界中 当之无愧的同辈第一人 而远在魔宫中的楚衣 在听见苏云荣的消息后 开心的都睡不着 她同我说 人龙是掩藏在她心中的 最后一点问情 那时候我心里头 已经对着楚衣生了忘年 听了这话 瞬间化身酸鸡 满嘴醋味的追问她 那我呢我呢 楚衣直接一愣 明显没转过脑筋来 不懂我 为什么要拿自己和苏云荣相比 毕竟在她的眼中 只有她的这个前卫婚妻是女人 其他的人都是路人 两久之后 她憋出来一路 你 你是我小弟 我看见她身色长血斜肩的布料 如动两下 韦时没想到我这个问题 把楚衣干发的直接嚼着抠的 心头也难免有些失落 恐怕楚衣在那之前 都没有意识到 我是个女的 还是个翘生生的姑娘 为了这我三天没和楚衣斗嘴 楚衣挨不住寂寞 就又偷偷跑去小云峰 看她的云荣 追念他们失去的爱情 终于在半个月后 亲眼目睹了苏云荣和男主韩玉花钱月下 楚衣黑着脸回来了 那天晚上 楚衣一个人坐在魔宫顶上 仰头望了整夜的月 但死情闷沉的魔狱又哪有什么月亮 楚衣不过是在抬头望她的心上人 她实在想不明白 她和苏云荣的婚事是总角时定下的 当初她被查出魔族血脉 被逐出尸门后 这个昔日的天才 门派中的翘楚 变得人人都可来踩上一脚 只有苏云荣不对她落井下石 在她只剩一身白衣离开宗门时 被她撑一把伞 一路相送到山门之下 楚衣说她永远记得那个时候 仁荣就像是一束光留在了她的心底 但她不至于对这个灰暗的世界彻底绝望 那我呢 我又问她 跟着你吃苦挨打的是我 陪你亡命天涯的是我 去了半条命去为你采药的是我 抱着重伤无知觉的你 哭到半夜的也是我 孙荣在你淋浴的时候为你撑了伞 所以你爱她 但是楚衣 往后那么长了一段泥泞不堪的路 是我陪你走的 楚衣 你没良心 我说着 脸珠滚滚从眼眶落下 一颗又一颗砸下 浸湿了我的筋口 楚衣没有回应 她早就醉了个彻底 此刻靠在我的肩头 浑浑噩噩噩说些醉话 浓染的酒味将我包裹住 我抽噎着哭 气息快要蓄不上 但我的心头更多的是一片沉重的茫然 压得我几乎喘不上气 我突然想起来 我来到这个书中的世界已经七年了 可我没有亲友 没有事业 没有理想 我只有一个楚衣 只能守着她 看她为别人伤怀 我或许是混得最差的穿越者了 在那一刻 我对楚衣的依赖 产生了动摇 我开始疏远楚衣 我给了她五十次机会 我虽然脸皮厚 是甜狗 但终归也是个活生生的人 心被伤到时也会觉得难过 我想 从今往后 楚衣没让我伤心一次 我就要从她那里收回一份爱 等到五十次机会用完 我就不要楚衣了 第一次的时候 是楚衣为了人龙同男主征战 男主有天意加身 楚衣再强也斗不过她 眼见着她被男主逼到绝路 一旁的女主只能在两个男人 为她设下的守护结界中着急 而我就不一样了 我冲进了战场中 从后面扑住了楚衣 想要阻止她用出会反噬自身的紧招 也就是那时 在结界中的女主 受到了一只嫉妒她的同门师妹的偷袭 三尺清风 刺破丹田 女主耻官咬紧 仍旧一出一声痛呼 就那一声 烧尽了已在极端状态中的楚衣 最后一点理智 她在大脑做出反应之前 已经一掌将我灌飞 我瞬间腐脏剧裂 口鼻鲜血四流 摔进了一旁的枯草堆里 挣扎了几下 没能爬起来 在醒来时 人已经躺在魔宫里 眼前是楚衣愧疚的脸 我不想搭理她 演一番继续装婚 听说我甚至不是楚衣带回来的 当时她和男主同事冲向女主 女主本能够向男主递了手 楚衣如遭重疮 整个人定在了原地 除了仙红的秀妹随风而动 她几乎快成了一块石像 她终于意识到了 这样的争端没有意义 因为当云龙不爱她时 无论如何她都是书家 楚衣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并且没有带上我 我是被昔日派中同能悄悄送回去的 毕竟我是魔尊的走狗 留在那里 早晚被正道人士骗了 烛火锅吃 当时的我气息奄奄 靠在她的臂弯之中 听见她惊讶地感叹一声 竟不曾入魔 我痛得要死 想拜托她先抢救下我 或者干脆直接给我弄晕过去 就听见她说 既然如此 我送你回到她身边去 她以为我跟在楚衣身边 是为了感化楚衣 我不是 我只是男二的妈妈粉 在实境相处数年之后 对男二母爱变质 我为了阻止楚衣完命 把自己的命都赌上了 楚衣却为了女主 把我打成了这种样 她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 一个劲的跟我道歉 还问我 要不要干脆剁个魔 这样她好分我一半修为 然后再画片封地给我 说实话 我没兴趣 我只有一个愿望 是什么 你说就是 楚衣开口问道 她看起来真的很愧疚 恨不得马上为我上刀山下湖海 不要再见苏云荣 就这是我的要求 楚衣沉默了 她想起了一些事情 如心般璀璨的眸子一片灰败 过了许久 她才开口答应 好 我却觉得没了意思 朝里面偏过头去 滚 楚衣站起身来 沉默着走开 直到她要出店门时 我叫住了她 楚衣 我说着 调整着呼吸 想要掩饰心痛 颤抖的鼻音依旧出卖了我 我问她 只有苏云荣的痛才算痛 我什么都不是 对吗 良久的沉默 抱歉 我听见楚衣说了这一声 脚步慌乱的消失在了店门 这是她失去的第二次机会 我从楚衣那里取回了对她的担忧和关心 楚衣也察觉到了我对她态度的转变 开始有些不适应的恐慌 于是楚衣做什么都要把我带在身边 说话时也故意挤我 一直到我同过去搬 和她斗嘴还击 她才偷偷松了口气 可是很快 她又因为苏云荣被人下毒昏迷 直身去闯了极北之狱 孤身挑战凶兽穷奇 只为取得碧云之花 解苏云荣身上的毒 她撤了一口气 将碧云花送去苏云荣的窗外 随后昏倒在地 正道修士哪肯放过这个机会 设下阵法就要将她诛杀 危急时刻 是我率领八千魔众攻上苍蓝门 将楚衣抢了回去 就这样 在修真界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我攻打了我曾经的失门 断送了我回归的最后一次可能 大军撤退之时 当初那名曾经送我回魔狱的同门 站了出来 她只送了我一句话 情至极必伤 上一次临别时 我在她心中还是个光辉高大的形象 而如今 我只觉得自己那点不堪的小心思 全被人看穿了 我逃回去的姿态很狼狈 而醒来后的楚衣 只问了苏云荣的状况 她毫不关心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也不在意我去救她经历了什么 她理所当然地认为 有我在 她永远不需要担心太多 包括担心我 不 你要学着去顾全大局 而非一味的猛攻前冲 我说着 将剩下的那点碧云花摆在她枕边 我不会再帮你善后了 楚衣 你要学着自己去成长 这一次 我拿回了自己对她的幻想 她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少年 哪怕身世坎坷 精力颇多 却始终率真而幼稚 可惜她将率真给了苏云荣 只把幼稚留给了我 就这样 楚衣尽情消耗着我给她的机会 起先她怕我离开 总想在因为苏云荣而辜负我之后进行补偿 后来她发现我也不过是冷冷脸 或者将她送我的东西退回去一些后 心里便少了些紧张 她总以为只要处理完了苏云荣的时候 我与她还能是从前那样 一直到现在 三年光阴又过去 楚衣只剩下两个机会了 可我想我已经知道了 结果 我一直在思考 我和楚衣之间 究竟是谁更加离不开谁一点 从来我一直认为是我离不开她 毕竟我独自漂流于意识 身无常物 唯一能做依仗的 就是被我紧紧抱住大腿的男儿 可是后来 周围的人都说楚衣依赖我 比如现在 我在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魔宫的时候 一直以来对楚衣忠心耿耿的部下 替她闯离回我的寝殿 红衣烈烈的魔族女将军 明幻出离 曾经短暂的爱慕过楚衣 后来却放弃了 她曾经直白的跟我说过 楚衣不是良人 她已是魔族 心中却装着正道魁首的清传弟子 在感情上这般拎不清 不是个值得去爱的人 楚衣值得她追随 却不值得她追逐 说完同情的看了我一眼 她说 你脑子也有炮 明明是个正道的修士 既不肯入魔 却天天跟魔族混在一起 小心日后同处一决裂 你哪一方都回不去 楚衣看得很透彻 事故一语成衬 而现在 她含必在店门口挑眉看我 我劝你吸了这心思 什么 我停下手中动作看向她 正道那群乌合之重门 现在找不到苏云荣 都以为她被魔族害了 而今个个杀气腾腾 你敢冒头 不出三个钟头 就会让人抓走 绑起来抽鞭子泻粉 所以我需要你帮忙 我望向初离的目光平静万分 以至于她到现在才发现 对我套路了 你想做什么 初离难得正色 垂下手臂严肃起来 我可不会为了你去触楚衣的眉头 她话是这么说 可她逐渐热气的眼神却出卖了她 毕竟从苏云荣现世 把楚衣的神魂都牵走之后 初离就成了整个魔狱中 最想找楚衣麻烦的人 帮帮我 我只能雨掉平静地恳求她 送我去极东之地 我有什么好处 我看着眼前人幸灾乐祸的眉眼 有些无力的牵起唇角 随即催动灵力 一枚玉牌出现在掌心之中 灵影欲归你 灵影欲是世间至宝 能够替人洗水 在不伤根基的情况下 化去一身处使灵力 之后再可由催动之人 选择第二次机会 是承魔或者修仙 初衣刚察觉自己的魔族血脉时 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得到了这块玉牌 可惜还未曾来得及替自己洗水 她的身份便被当众揭示 紧接着打 便是众叛清离 初衣成了正道之中 人人可泣的存在 她再没有变回去的心思 只是留下了这块玉牌 因其足够珍贵 初衣选她做了我和她的节气之物 当初我跟着初衣 为时天天经历心风血雨 为此我向初衣求了个守护的承诺 此玉牌一日在我手中 初衣便会保护我 也不与我分离 当然 这也是初衣给我的第二次机会 因她那时谁都不信 总以为我也会离开她 所以我保存灵影于一日 我们的关系就在一日 一旦我和她分道扬镳 也可以用灵影于洗去一身魔气离开 当时的我被初衣的温柔 狠狠感动了一把 对此玉牌珍惜至极 用我半吊子的灵力 连夜将玉牌恋化 藏进了我的心口里 若非我自愿拿出来 外人若想强夺玉牌 只能将我杀后破心才能得到 而在那之前 他们需要面临的是和我节气的初衣 而现在 我随手一抛 绿排稳稳地落在了初衣手上 随之而去的 是我身上的一道流光一散 我和初衣定下的契约失效 快走吧 一会那个恋爱脑子杀过来了 初衣得了好处 办事毫不拖她 拉起我就要离开 她不会来 我最后一眼抬头 望向了魔雨黑沉沉的天空 抛下心中最后一丝留恋 苏仁蓉醒了 她不会过来 当初我和初衣亡命天涯 真亡命天涯 我们一路逃去了天之涯 都没有想过去 极东之地 原因无她 极东之地是 这座大陆上玄乎齐全的所在 同去者不能同归 而只身前去者有去无回 初衣只将我带去了 极东之地的集界之外 再往深处 她也不愿意进去 我活得好好的 才不去这个鬼地方寻死 初衣说着 转身就要走 李老师又回过头来 谢明明 你可别就这么死了 我只是笑 不做回答 从前我爱和初衣斗嘴 也同初衣打闹 我们两人从情敌间的针锋相对 到后来的臭尾相投 可惜终究不能交心 她是魔狱的将军 我是跟在她尊主身边无名分的女人 她的地位越高 就越忌惮我 初衣不是个合格的尊主 她从未把魔狱的将来和自己挂钩 背负起这一切的人 是初衣 初衣大概有些失落 沉默着转身离开了 而我一回过身 望着一片死气沉沉的岛屿 极东之地的上空 有着无数大小各异的黑洞深渊 他们呈着风脉中的气息 无规则地流转 一次只能通进一人 而哪怕是前后紧密相随进去的两人 进去之后也会瞬间走散 这大陆上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说法 是极东之地上的这些洞渊 是连接三千世界的通道 他们内部的入口在时刻切换着 一旦走进去 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所幸我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且这个世界如今也容不下我 不如赌一把 万一我能回家呢 顶着极端热烈的天气 我在结界之外等了三天 三天之后 有人追来了 是苏云荣 苏云荣一身水蓝色衣裳 遇见破空 凛冽如星 他在极东之地外最高处山峰停下 正好撞见我坐在悬崖边 晃脚鸭子柯林果的场面 是你 苏云荣收起剑 眉眼挂上寒霜 裙摆 遇过全是乱石枯草的地面 站在了离我三尺开外染的地方 上一次我去苍蓝派抢处夷的时候 苏云荣已经醒了过来 正在极力阻止那些正道修饰 当时剑劝阻无果 他已起了武力拦截的心思 手掌已附上腰间长剑 而后我便带着乌鸦鸦的魔仲赶到了 苏云荣算是匆匆和我打不照面 也知道我是处于身边意义非凡之人 此刻我在两手撑着牙边的乱石 回过头看他 两边发环上坠着的机灵晃动 带出声声清响 苏云荣像是想到了什么 面上神情更加冰冷 两久之后他才出声 对不住 哦 原来是想同我道歉 我心里有些好奇 白月光这样的脸色跟人道歉 又有几人敢接这声抱歉 你来这里等韩玉 韩玉是本书的男主 苏云荣真心相恋的爱人 在苏云荣渡劫将要失败时 以身相互 替他挡下了树道天雷 之后便连肉身带七七一道消散不见 这才给了楚一旧美的机会 我不想再看兵美人 回过身继续眼神空空望向极东的海面 苏云荣却在听了韩玉两个字之后 瞬间到了我跟前 你知道他 冰霜的面容上有了第一处裂痕 他为你受了雷劫 九死一生间用了护身法器 而进去了意识 试了自己的冷静 最后亲身闯进了极东之地的洞渊中 而韩玉却在他刚进去驶出来 两人错身而过 又平白经历了许多曲折 才重新在一起 苏云荣听了我的话 陷入了沉默 两久之后 他把配件解开丢到一边 撑着地面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我从醒来之后 就一直在寻找他 若是这个世上任何地方都寻不到他的踪迹 那就只能是他不在这个世界中了 他亲身说着 顺着我的目光 看向无垠的黑海 谢谢 我听见他亲身道谢 我能感知到他仍然活着 只要他活着 就会不顾一切回来见我 你既然说了他在这 我就在这里等他 我呆呆地望着他 心中在想 苏云荣自己有没有察觉到 在他提起韩玉时 那双雪般清冷的眉雾中 总会流转着水波般的温柔 当初看书时 我就不止一次 对男女主彼此坚定的感情动容不已 也因此更加心疼 那个被全世界抛弃了 从一开始就注定在这场感情中 输了彻底的处议 我和苏云荣在极东之地并肩坐了七天 有时候我会跃下悬崖 认诸红色的秀妹在海风中天飞 我望向黑沉的海面 上面倒映出我的模样 诺元的脸 垂性的眸 紧绷着的唇 横拨望去 始终一副倔强不肯服输的模样 刚来时我十四岁 刚刚走进高中校园 幻想着能有个轰轰烈烈的青春 而后我就在一场枯实纸张的梦境中来到了这里 除了手中紧攥着的一本小说 什么都没有 如今过了十年 我依旧是过去那副皮脑 可心却早已老过二十四不止 抱歉 苏云荣又一次跟我道歉 上一次见你时 你率领魔君立于云端 便对千夫所指依旧神色飞扬 他说着 突然抬手 将我发边歪掉的环灵扶正 那时候的你 唯独看向楚衣时才会现出疲惫的神色来 我是知道你对他的心意的 我本无意出现在楚衣身前 只是雷洁之时我受伤过重 他现身时我已无力反抗 我 苏云荣看起来是那么的愧疚 也在这一刻 我彻底的释怀 我从来都知道女主善良 一心向往正途 他对楚衣无意 也从不吊着她 只是楚衣身在苦寒的魔狱中 始终放不下那段身在光明中的过往 尽管我一直陪着她 尽管我发脾气闹委屈 是那大声说着我的不满 我想要楚衣在意我的感受 知道我的情绪 知道我爱她的一颗心多么的滚烫 足够去温暖她 可是楚衣漠视着身边的一切 日益偏执 眼中只剩下天际的月光 到如今在这段感情里 头一个试着去理解我 想要抚平我满心委屈的人 是我善良的情敌 我承认 我在意识的这十年 确实是太孤单了 所以才会对苏云荣产生想要倾诉的冲动 我告诉她 我只是个什么都不会的中学生 因为心疼一个角色 而掉到了意识来 那个和我同兵同性的苍蓝门抛回弟子 突然就消失了 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她 可我什么都不会 只能怀揣着巨大的利弥 在她脸的怀疑中 有一个女孩 已经偷偷喜欢她了好久好久 我还告诉苏云荣 她不需要为韩玉担心 虽然我刚到来时 因为怕被搜身查出来 当做妖怪 而偷偷将手中树撕掉了 可是我记得很清楚 韩玉会在这几天就回来 苏云荣沉默着听了很久 最后将哭得快睁开眼的 我轻轻揽进怀中 你是个好姑娘 明明 她手掌一下又一下轻抚过我的后背 口中的语调温柔 我整着她的肩 看了一整夜的月 第八日的时候 一直浑身垫蓝色的鸟 飞过广阔无垠的海面 一路跃上我的肩头 我刚和她逗多大的眼睛对视上 她就已经张开会 口中吐出出离的声音 楚仪发现你都不见了 在魔狱发了好一阵风 如今朝极东之地追过来了 让她来吧 我等着她 我轻轻叹息一声 指尖浮动 眼前的蓝色鱼鸟 便在风中消散了 一旁的苏云荣 看起来神色忧虑 你 在等楚仪 我汗手 随即又摇摇头 能成功回家去 并非良人 这话处理也说过 我沉默着笑笑 收下了云荣对我的祝福 海上开始刮起狂风 悬浮于极东之地上空的洞渊 变得躁动不安 苏云荣放在手边的佩剑发出争鸣 掩藏在剑鞘中的冷风流光大作 苏云荣一把抓住剑饼站起身来 风将我俩无亲的发丝吹乱 我们一道仰头 望向黑尘的天空 望向无尽的深渊 三千世界 横河杀树 有人正试图冲突千种因果 回到所爱之人身边 也是同一时间 西方浓云滚没 风中传来熟悉的气息 那是一种令我感觉到 清和又心痛的力量 因他曾经无数次的保护过我 因我曾经只差一点 就能得到他的主人的心 可我终究没有 楚仪来势汹汹 苏云荣下意识横剑挡在我的身前 可楚仪就像看不见他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里面闪耀少年情斗初开时才有的光芒 他像是想通了很多事 以至于他来的那样急 下来体温冰冷如石般的魔族 此刻双颊晒上飞色 他微微喘气着 看起来内心很不安定 连额角都浸出些汗来 他想通了一些事情 现在正身处于爱中 看起来热烈又真挚 他一下子冲到我身前 眉心那道树红越发妖野 他恨不得冲上来 直接拉住我 却又被苏云荣相隔住 只能睁大眼睛 那般急切地问 你以前是喜欢我 对不对 明明 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从前爱着我 楚仪 我平静地打断他 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 楚仪神色惨变 一瞬间 像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孩子 是的 他知道的 一个人 怎会不记回报的 一直守在另外一人身边呢 就像他对苏云荣从前的追逐一般 我也一直追逐着楚仪 而我们都知道 彼此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爱 是我无数次动上他后背 怀了他脖子甜蜜蜜的开口 楚仪 我好喜欢你 也是我眼中绷着泪 朝他倔强看过去 你如果真的只能看得见苏云荣 我就会放弃你 他知道了 那些话 那些心情 那些原因 可他选择了回避 在我跟他说喜欢的时候 红的耳朵凑过头回上一句 免费的苦力你 当然喜欢 又或者双眸冰冷 朝我无奈地说上一句 明灵 抹育的任何东西 你想要什么 尽管提 但不可伤害云荣 他与你们不同 他知道我要的不是珍宝和权利 可他选择装傻回避 楚仪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面色重新变得苍白 他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伸出指尖 试探着开口的声音 像是梗在了喉咙里 酸涩又难听 他问我 明灵 我还有多少次机会 结束了 楚仪 我朝后轻轻退一步 身后就是无边的海域 楚仪不敢再靠近 于是我看向他 有些恶劣地笑起来 声停头一次朝他展露恶意 我说 楚仪 你出局了 不是的 我 楚仪还想再说什么 恰逢天边树到轻雷坠下 楚仪刚伸出手 苏云荣已经拦住我的腰身 纵身避开 滚轮般巨大的轰响声 从天际传来 极东之地上方的洞渊 开始快速地轮转 这方天地被绞成一片混沌 苏云荣伤后的配件 躁动不止 我盯着那光秃秃的剑顶 一刻也不敢分神 终于 天际现出了那道水蓝色的长印 韩玉紧闭着双眼 自云端坠落而下 人龙赶紧飞身上前 接住了他 两人蓝色的衣袍交织在一起 几乎看不清谁是谁 而我也失法掐绝 飞身上了半空 穿破流云 我到了两人身前 这一次 我看得清清楚楚 昏迷中的寒玉 宽大的袖袍之下 露出半截剑碎上的流苏 是和苏云荣的配件 一样雪白如霜的颜色 此刻上面正附着一层奇异的光芒 在狂风中 朝着苏云荣的方向飘动 我想我找到想要的答案啊 下一秒 强撑着的灵力耗尽 我闭上眼 任由自己从云间下坠 一直到 落入那个熟悉的怀抱 那样温柔的力道 小心翼翼的交互在怀里 仿佛怀中拥着的 是西式的珍宝 穿云珠 你也扔了吗 头顶上方传来楚衣苦涩的声音 嗯 你送我的东西 全都扔掉了 我睁开眼 正对上他逐渐阴湿的眼眶 楚衣他 哭了 那我呢 我也会被扔掉吗 我听见他努力调整着呼吸 要问出口的话语 尽量不那么颤抖 我不回答 他就等着 等到我立即安稳落在了牙上 他却依旧不肯松手 反而更用力的将我拥入怀中 我现在那片拥抱中 脑袋里想着他 却是我的家人 同学 我才刚刚开始的高中生活 14岁的谢明明 不知天高地厚 会为了长满胸膛的爱意无反顾 婆婆血流也不停下 可24岁的谢明明 受尽了委屈 哭红了眼睛 在这条一头黑的道路上往回走 只想要找到回家的方向 楚衣 我轻声喊他的名字 语气平淡 仿佛只是在招呼一个陌生人 我想回家 我们澄清 他急切地接到 我们现在就回魔狱 我宣布你为我的魔后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家 再给我一次机会 明明 让我照顾你 他说着 不等我回答 又再度急切地开口 语调里沾上潮湿的泪意 我是个混蛋 我明明知道你的心意 却又怕爱上你之后再失去 从来不肯好好回应你 是我不好 我已经接过了魔狱的未来 却不愿意好好去为他重谋 我明明已经牵过你的手 却不愿意对你好好珍惜 我始终还在妄想回到从前 回到那片光明之中 可是 我的光从来就在我身侧 他痛苦地滴吼 伤陷阴雅 扶手比住我的额头 泪水就一颗一颗 顺着冰冷的面容砸下 明明 而今的我是因为你才存在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在身边照亮我 我的眼中 根本看不见世间任何的美好 我只会是一尊仇恨的傀儡 可我因为你而亏见了世间美好 却想要抛下你去独自追寻内心 我只是平静地听着 像是在替你我之外的事情 楚一被这样的眼神刺伤 像是为了证明自己 她慌乱地抓过我的手 至于她的心口处 再给我一次机会 明明 就最后一次 求你 让我带你回家 楚一 我的家不在这里 我将手从她掌中抽搐 人也脱离了她的桎梏 低头整了整单纱之下 鹅黄色的裙子 我才抬起头 对她开口 我说过 我的家里有明亮的大窗户 早晨八点时 日光会从窗帘外照进来 风从餐厅那里吹过 厨房的风铃声会一直响 家里有我最爱的亲人 我的妈妈会端来一杯牛奶 叫我起床 我描述着 在记忆中回放无数遍的这些美好 不是楚一一寸寸挥败下去的神色 至于机会 终于 我从回忆中挣脱出来 再次证实她 楚一 我给过你五十次 变相声语瞬息间 小心 在我勘探感应到身后批来的疾风时 楚一已经拉过我 台长挡在我身前 我抬头 望着那道独自飘扬于冬冤前的蓝色身影 寒雨神情冰冷 空洞的眼神中泛出幽幽蓝光 同当初楚一堕魔石一样 只是她身旁裹挟着的能量 却是当初楚一所有的千百倍之上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魔所能拥有的力量了 寒雨仅仅是动了动手指 气云风龙 天地万物 皆会为她所用 我在这样的威压下 生生呕出一口血来 想要抬手用拇指是去唇边珠红都做不到 意识一片炫白 下一秒 楚一毫不犹豫地迎着威压攻了上去 她最终还是对着寒雨 用出了魔族的近招 燃烧修为 燃烧生命 足够焚裂天地的一击 寒雨身形摇晃两下 颇为忌惮地朝楚一头去一眼 随即消失在动员前 我擦擦唇边的血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空中逐渐失控的楚一 她也看见了我 曝光中有着隐约的期待 我没有理她 转身跃入海面 寻找苏云荣的踪迹 等我将腹部被冻穿的女主捞上悬崖时 楚一也已经退了 回来 按她往常不管不顾的性格 早就应该追着寒雨冲了上去 如今竟然能够克制住自己 老实回来 真是奇了怪了 楚一站在一旁 小心地看向我 一缕血痕从她唇边一出 又被她沉默着咽回 她一身红袍比来时更加鲜艳 这趁着她皮肤越发苍白 隐约可以看见她颈上蓝色的筋脉 正在气息的暴冲下膨胀回流 光看着就十分的痛苦 她用的这一招魔性一旦被彻底激发 要么将对手杀光 要么将自己战死 不会停下来 可现在楚一忍耐下来了 她对上我探究的眼神后 又要轻轻跌过头 画出传讯青鸟 通知在魔狱中的初离进行戒备 她终于学着去扛起责任 去做好该做的一切 在她发现 我不会再追随在她身后之后 我终究和楚一回了魔宫 是为了照顾受伤昏迷的苏云荣 经过魔狱入口时 周围边防已经全面戒严 初离一身戎装 鱼关口出镇手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当她看见我跟着楚一回来之后 面上是一傻而过的 恨铁不成钢 我没有同她过多地解释 我现在有两件要紧的事 急着要处理 一是等苏云荣醒过来 向她解释之后 剧情的发展 对我盘包将的原著里 并没有含欲堕膜这一段 但我毕竟是细节狂 大概能猜出之后一段时间的走向 我得告诉苏云荣 以免她冲动之下 做出傻事 第二件事 则是 我需要从楚一那里 拿回我最后一样东西 非常重要的东西 也正是这个原因 让我应下了楚一的要求 她一身飞红长袍 欲赃落发 眉目如新 此刻站在我面前 小心翼翼地藏起她的无措 面上只于柔软的嗜好 同我成亲 哪怕只是骗骗我 我坐在相连罗杖垂直的锦榻上 看她俯身 浮在我的膝头 泱泱开口 明明 再待我好一次 像从前那样 楚一的心伤未愈 变色如高山上的双雪一般苍白 她喉结微动 咽下回冲着猴头的鲜絮 少年仰起头 那张精致的面上依旧棱角冷峻 却已失去了浑身锐气 只能卑微地 讨好的向着我起怜 她说 明明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让我能够娶到此生 我唯一想要给她一个家的姑娘 在我点头的瞬间 楚一屈黑的眸子 瞬间重燃了星光 她欢喜极了 吩咐下去 要整个魔欲同庆 大办这场婚宴 她要所有人都与她同乐 恭祝她娶到了自己 心爱之人 我偏过头去 路光落在织紧背的一脚上 不再看楚一的笑容 毕竟我虽然点头 但楚一却不能如愿 楚一这场婚事操办的隆重 但也确实来得急切 只是在第二天 我便被围在了寝殿中 被她披上大红色的嫁衣 周围的模式 在替我点装饰 特意在我没心处 也画上一笔树红 水透乌黑的铜 单红的纯色 高碗的乌柄 环佩绕身 流苏垂涛 脸上的最后一点质气 被风关上垂下的株连档去 我头一回见自己穿嫁衣的模样 也觉得新奇的很 我忍不住对着铜镜 看了又看 毕竟以后或许就再也看不到 正在我直接把镜子拿过来 捧着手不得撒手的时候 芸蓉醒了 我赶紧丢个铜镜去见她 芸蓉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抓紧配件挣扎着 要起身去找韩玉 随即又因腹部的伤口过重 重新倒了回去 看见我进来时 她忍不住眼睛一亮 韩玉不会有事的 我秉退了左右的侍从 这才凑过去朝着芸蓉开口 她堕魔了 芸蓉看起来有些激动 我看见了 没关系的 我赶紧伸手安抚她 韩玉确实会没事 她有天硬加深 只要人在这个世界中 就始终是这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原著中虽然没有她堕魔这一段 可是却写了她在雷劫之时 领悟到的另外一个能力 那就是能够吞噬和吸收自然之力 转为自己所用 是以她从激动之地回来以后 在这个世界中就彻底无敌了 这次会堕魔 我猜是她在洞渊中发生了什么 导致她吸收了洞渊的力量 被里面的魔气感染 最多四天 韩玉就能量化这种力量 夺回被魔气侵占的肉体主导权 只是等她彻底量化和吸收掉洞渊后 我回家的道路也被关闭了 所以对于这场婚礼 我和楚衣一样着急 人都到此刻放下心来 才注意到我的装扮 刚舒朗的眉眼再度沉下 你要同楚衣成亲 我点点头 想了想又摇头 我想回家 楚衣那里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人容 我需要你帮我 我大概理解楚衣的心情了 从前我一心爱慕楚衣 恨不能时时刻刻都待在她身边 那时候的我欢喜非常 楚衣却总是抬头望着月亮 到如今 隔着珠红色的盖头 我一能感受到 楚衣炙热灼灼的目光 但我心里头 却已经无暇去感受她迟来的爱了 我想着明亮的教室 干净的书本 会有阳光透进来的卧室和妈妈温暖的笑容 我想着发疯 手放在膝头 不知不觉钻紧了衣裙 眼中泪珠盈眶 楚衣萍在我面前 她如今真是我 在我面前 就连呼吸都放得两清 她似乎又喝醉了 隔着盖头 同我说了很多的话 少年的心中被赤裂的爱意搅烤 头一回她面对我 紧张得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她说 她其实很早很早就发现了 她依赖我 已经离不开了 她说 她被自己的执念困住了 认不清自己的心 她还说 在失去我的那些天理 她终于明白了她有多喜欢我 落魄的少年 喜欢着带着阳光降落到她身边的女孩 从第一眼时就已经沦陷 只是她那时已经不能信任任何人了 她无法坦然接受这样 不计回报的好 她怕我终究会离去 怕再次遭到背叛 怕她不够好 她怕很多事情 所以她欺骗了自己的心 选择了回避 用幼稚的方式 伤害了最爱她的人 明明 她说着 已经扯上我盖头一脚的手颤抖的厉害 那一瞬间 我几乎听见了楚衣内心撕裂般的痛苦 可她最终也只是平静地问出声来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盖头揭开 我看见红竹映衬下 她绝望又温柔的眼睛 正随捏在手中的玄青鹿瓶口 就要朝她扑去 请客之间 狂蜂大作 灯雷巨响 整个魔狱的天空 被幽兰的雷光照得通亮 韩玉杀来了魔狱 而楚衣的视线 落在我手中刻魔所用的玄青鹿上 半晌 唇边呕出一抹鲜红的血色 我和苏云荣都没有想到 韩玉会追来魔狱 她降临魔狱 直奔魔宫而来 路上飞身截掠 所过之处 因为有楚衣事先的不守 倒不曾造成过什么伤亡 而此刻 她眸中燃着悠悠懒火 出现在我与楚衣的婚房之外 楚衣台长开去唇角血迹 二话不说上前变弓 只是她掌中挥出的那摧天阵地的威能 却不曾打伤韩玉半点 她只是站在店门口 眸光悠悠的盯着我 确切来说 是我腰间挂着的那一串流苏 这是荧蓉替我编的 是她送我的礼物 这上面有荧蓉用术法附上的奇缘之力 我赶紧伸手去解 下一秒 那号令天地的威压再次袭来 我整个人将在原地 仿佛被无形的空气挤压逼着 连胸口的气息也被抽去干净 努力挪动着肢体 我抱出全身的灵力 想要挪动手指 将腰上的流苏摘下 却在下一秒 神识一白 大口大口的鲜血 从口腔鼻腔中呛出 韩玉似乎被我这点不自量力的反抗激怒了 下一秒 明天的杀意将我包围住 我只能认命闭上眼 可预想中的伤痛没有传来 我被一个熟悉的拥抱包裹住 楚衣被风暴激荡起来的发丝 扶过我的面颊 触感上带出一丝氧溢 我有着瞬间的错愕 抬起头时 正对上楚衣清澈的眼睛 她低头朝我站开一个笑容 下一秒 韩玉的手从她胸膛处穿过 我没有契约卫视 我会保护你 她的声音轻响在我耳畔 等韩玉的手再收回时 瞬间喷发的鲜血 将楚衣一身喜服染得更红 她将我丢给匆匆赶来的处理 像是怕脏污了我的衣裙 楚衣退去很远很远 她说 明明 你今天很美 她自说自话 低声笑了起来 我喜欢的姑娘果然是这个世间最美 说吧 她手向上三寸 扣住自己龙骨 再以韵力 爆开一阵血肉 她彻底被血色染红 我瞬间明白了 她想要做什么 心头一时 不知是何滋味 魔族生命力顽强 不会轻易陨落 除非龙骨被毁 我没有想过有一天 楚衣会为了我 拿出生命去战斗 楚衣抽出了自己的龙骨 化作这世间最锋利的法器 再灰刃 披向韩玉 连退起三里 天际那妖夜的蓝光 逐渐只染上一阵诡异的红 这个世间最强大的两人 傲战 陈霄宣上 我甚至看不清楚衣的身影 到最后 两股蔑视的力量相攻以一处 地动山摇的轰响过后 两道身影同时一片边坠下 寒玉 苏荫荣撑了商区跑出来 望着天际寒玉下坠的身影 守绝一掐便驾云冲了上去 而我 也在大片荒芜的魔狱中 找到了楚衣的身影 她趴在地面上 鲜血进了周围的三尺土地 少年面浮于泥中 口中血沫如泉涌 喜红的袖鞋踩过枯草 我俯身捡起她 落在一旁的龙骨剑 龙骨归位后 楚衣逐渐有了知觉 躺在地上 眉头皱起 发出一声沉闷的痛呼 再找到楚衣时 未经给楚衣打信号 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只要龙骨不落入他人手中 楚衣的性命无余 我的手在她的身上快速搜寻着 却便寻不着 究竟在哪里 楚衣从我这拿走的第一样东西 也是她当初主动接受我的第一份礼物 我找不到 这样就不能回家了 泪珠一颗颗滚滚滚落下 我哽咽着 手在楚衣衣服上乱翻 直到指节分离的手掌 握住了我的手腕 我对上楚衣清明的眼神 明灵 在这里 她握着我的手 一到了她被寒玉冻穿的胸口处 那处被伤到残缺的心脏里 露出紧红色的布泊 楚衣亲自戴着我的手 将布泊从她的心脏中抽出 她强忍着痛意 发出一道嫩哼 随后东西便完完整整地落在了我手心 我没有再看她 站起身 跌跌撞撞便要离开 楚衣叫住了我 明明 我听见身后传来她虚弱的声音 对不起 她说 回家去吧 愿轻轻安好 平安喜乐 百岁无忧 我咬住下唇 眼中挂了泪 不光如从前般坚定 我一直记得 我是为了楚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除了她的身边 这个世界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所以从我决定离开她时 我就在寻找回家的路 韩玉的事给了我启示 韩玉流落意识时 曾经为了回到苏荣蓉的身边 被困于三千世界中 轮回千百世 她最终能够回来 一定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当她出现在极冬之地时 我便找到了我要的答案 她手上紧握着苏荣的剑碎 为她指引的方向 一定要拿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汇聚了自身强大执念的物品 驱动她来为自己引路 而我在来的时候 手里只拿着一本属于我们那个世界的小说 谁都不知道 在烧掉小说之前 我偷偷撕下了小说最后一页的封装纸 那一页纸成为了楚衣接纳我的开端 是她从我这收到的第一个礼物 而在极冬之地的时候 楚衣问我 她是什么时候失掉最后一个机会的 我告诉她 是契约结束时 她没来挽留我 我将我被她的信任收回了 最后要收回的 是 布伯从心脏抽出来的时候 楚衣眼角浸出一滴泪 近乎失神地呢喃着 不要拿走属于我的爱 她是这样说的 可随后泪珠目露发间 她也回过神来 亲手将布伯放在我手上 嘱唬我回家 当我站在极冬之地 纵身跃进黑色的洞人中时 过往种种 接在眼前拂过 到最后变作一片虚无 变作镜中花 水中月 当我在醒来时 正趴在家里的书桌上 旁边的闹钟响个不停 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我有些恍惚地坐起身来 看见枕在手臂下面的小说 正翻在大结局处 男女主修成圆满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男二号独自生活在 孤寂辽阔的魔力中 永恒地望着月亮 说得最后一夜被撕去了 原本的空白处 只留下一道参差不齐的裂痕 原来这一切 并非只是一场幻梦 我笑了笑 收拾桌面 再将书本盒上 锁在了柜子的最深处 等我穿上校服 绑好高马尾 打开卧室门时 妈妈准备敲门的手 正举在半空 我看着他 朝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随后扑到他怀里 紧紧拥抱住了他 妈 早上好 而那个曾经 令我彻夜伤神哭泣的故事 那个被我偏爱着的少年 那幻梦般的十年 终究留在了生命的另一端 只是在洞渊彻底消失后 一张被撕的很丑的纸叶 从空中轻飘飘落下 一直落到了红衣摩尊的手中 纸叶上面 还有被眼泪禁湿后留下的纸痕 旁边用黑色的中性笔 极其用力地写着几行简体字 后来 有个叫谢灵灵的人 来到了楚衣身边 陪着他堆许人 看月亮 楚衣也找到属于他的幸福了 那些有些傻气又天真的文字 书写着一个女孩子真心的爱 这是故事的开端 也是故事的结局了 全文完